其實這張是臺光電法說會提到 他說他很看好高速的CCL成長強勁 全球市佔率他是從以前零跳到28% 那其實在看這張的時候 看到好玩的 這個2017年的時候 高速CCL市場佔比 事實上當時最高叫Panasonic 對不對 然後呢 當時臺光電是零 其實臺光電跟Panasonic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好 臺光電有很多東西 是跟Panasonic來做合作的 不過這不重要 重點是當時是零 結果到了二零二三年 去年的一個數字 這是去年的數字裡面 臺光電多少 百分之二十八 五年的時間 百分之二十八 已經相當於五年前 Panasonic快要三成的市佔 沒有錯 所以你去看看 他股價漲到五百 漲到這五百塊 漲到四百多塊 該不該 應該啊 沒錯 我成長這麼大 但是在這個圖裡面 你看看又更有趣了 其實有一家公司也成長很大 叫ITEQ 這叫做什麼 連貌 他本來百分之十而已 到去年百分之十九 所以如果臺光電是從零到二十八 他是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九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張圖了 難怪最近連貌忽然投信回來買 對不對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一個字卡好了 臺光電其實上個禮拜 我跟他報告 上禮拜我們把它歸類在 蘋果供應鏈 沒有錯 就蘋果的手機 無乳素基板供應商 我們也跟他講過 為什麼他的一個高頻高速 現在成長那麼快 是因為他這個東西 為什麼蘋果用他的 因為他的CCL特別耐熱 別人沒那麼厲害 那GP200的最高階的CCL 叫做M8 M8這個材料 他就是台灣電供應的 然後他也提到說 高階的CCL的CAGR 年複合成長率是25% 如果以整體的CCL來講的話 才8而已 所以他說我高階多做一點 我賺了很多 然後他2025年的產能 要擴充到550萬張 現在才430萬張 所以還要再擴充120萬張 表示這位公司很看好 我們看他K線圖好了 事實上上個星期 我們講完之後 股價就慢慢慢慢就爬上去了 你不要以為就漲那麼少 這是除息的十塊錢吧 你把它加上去 你把它加上去的話 其實跟517元很接近很接近 其實我認為遲早會過新高 但你說好貴喔 我買不起對不對 500多塊 我真的買不起 400多塊買不起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下一檔 我們看下一檔 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台光電是0到多少 到28%對不對 連貿是多少 10%到19% 你可以選第二個選擇連貿嘛 而且剛好投信最近 連續回來買兩天 台光電投信買幾天 我算不出來了啦 我們看一下 連貿事實上的M6的材料 他初期去供應在 GP200的副版 所以是標標準準的 輝達供應商 然後呢 他下半年開始 要供應美國的雲端大廠 M7的材料 M6比較便宜 M7是什麼 M7是比較貴的一個材料 而且他先前 這套法作會講的說 有四家雲端大廠 他已經通過認證了 下半年開始供應 現在就是下半年 然後呢 泰國廠的月產能40萬張 開始已經進入市產了 2025年預估產能 要到585萬張 所以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就是要比台光電 做得還多啦 台光電550 我要585啊 而且相較於台光電 我們看聯報的 可以下面搭投信 你說投信最近才剛剛進來買 沒有錯 他今天也買 連買兩天 他股價位接很低 所以其實我很看好台光電 但是如果說你先台光電 股價真的很高 我說真的 這個低到爆炸了 可是問題是 他上面層層的反壓 這個沒有錯 為什麼會跌那麼快 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我上次來講 這聯報是一路拉到137塊 後來跌下來是因為什麼 他六月份營收不好 他營收開不出來 可是我說真的 你怪他營收開不出來 他都告訴你 他下半年開始 才要出貨給雲端大廠 所以其實你去看七月營收 他開出來 所以是不是七月營收 一開出來 他股價開始做一個 比較微弱的一個反彈 而且你去看到 重點是投信先前砍在 這投信很會操作 投信砍在高點 現在再慢慢的回補 這位接怎麼操作 其實我認為 這裡真的很便宜 買就對了 因為畢竟我們跟他講 不是說開玩笑 是說真的便宜到 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 因為畢竟下半年開始 他供應的高階材料上來的話 你不能等到說 我看到營收 大幅度成長才要買吧 我做個防護傘 到底停損設在哪 你就設前低70.2 對不對 而且你看 雖然看起來 你看全部都是反壓 但是我說真的 你看到 我們再把縮小一點來看好了 事實上 我覺得很有機會 談到這個整理區間 了解 非常的有機會 了解 好 謝謝冠青 請先回座了 冠青說 回答還是全村的希望 9月中二到時還有很多人氣的ETF 即將進行除息了 今天0919公佈了它的除息 今日符不符合存股族的需要 休息一下 一堂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